地车稳稳的往前开 结果呢 前方从一处铁皮屋 一辆白色休旅车突然溜出来 差一点就撞到了男骑士 男骑士尽力一闪 惊险的闪过 这位车辆持续滑到了对象 对象的车辆赶紧踩刹车 而一名脚踏这骑士呢 也赶快停下来 这惊悚的荧幕正好被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男驾驶目睹到这惊险的一刻 自己也吓了好大一跳 把这一段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呢 分享到网路上 而这事件呢 其实就发生在台南市安南区的 郡安路五段一间汽车的修护场 在19号的晚间6点09分左右 这一部代修的白色休旅车 疑似是没有拉手刹车 导致车辆直接划出汽修场 差点就撞上了来来往往的车辆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状况之下 幸好呢 民状反应都是非常快 惊险地闪过 最近当时的状况如何呢 目前辖区的警方还在了解当中 气修场有什么样的疏失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东森新闻在台南报道